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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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但是對我而言,我覺得它應該叫做框畫 我覺得這個框畫可能會比較適合 就是如何用手藝人的角度來進行繪畫 那就是畫在一個邊框上面 觀眾可能會對於中間這個主體的期待 他會失去這中間的主體 他可能會很錯愕、會很驚訝 他會覺得說奇怪,中間這個主體的畫不見 他可能只剩下周圍的邊框 甚至有人可能會覺得畫是不是會偷走 只剩下外面的框 但是事實上其實對我來說 所以我覺得框其實它可以成為畫 工藝跟藝術之間的極限可能因此而被打破 就是進一步我們可以探討到生活跟藝術的界線 它其實是一個魔物的邊界,它甚至可能被打破這樣子 對,那我就在這個框內、框外、框上、框下 然後在這個框的這條整個邊緣上面 然後去進行各式各樣的發想跟創作 那對我來說其實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在於就是 手的這個元素,在之前其實我會用手的元素去進行創作 可是大部分主動在寫實的 大部分主動在就是具象的描繪 那這一次其實我把手的這個符號特性 把它這個平面特性給它發揮出來 所以在這個裡面,這一次才能免得 你會發現很多一手作為裝飾的符號 在裡面進行各式各樣的挪用啊、配置啊 去產生一些新的遺憾跟意義 主題叫做龍、虎、斗 那在裡面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一個就是我長期以來使用的手作為主題的創作元素 第二個很重要的元素是龍跟虎 那這個手呢,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我用青花瓷的這個顏色 一方面是想要表達就是這種青花瓷的這種尊貴感 二方面其實是這個青花瓷呢 它對於東西文明之間的連結 它是一個重大意義 所以其實你看到在國外 歐洲可以看到很多青花瓷 仿青花瓷的作品 那這個青花瓷的這個欄對我來說比有意義喔 其實它是跟臉書喔 我們是大眾社群媒體的臉書的欄有所連結 所以其實我們透過這個臉書的讚讚的手勢 然後去跟這個傳統的中國的東方的元素 進行結合 讓他們兩個之間產生一個全新的餘味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手 讚讚的手 然後不斷的繞 它成為一個莫比斯環的圍繞 那這莫比斯環的圍繞 它其實會有一定會有正向的站 但它同時也會比個倒站 所以它就在這個無限循環裡面 然後不斷進行無限循環的龍鬥這樣子 去看文化 Giovanni 區之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